咱们当前的这个文件结构啊 第一个咱们的课件 那这里面呢就会放置咱们Spark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课件 咱们到时候会给大家去讲一下啊 那么其中呢 这个06呢跟咱们之前讲课是完全一样的 把一些课程上的一些图形啊文字给他记录下来 保存到这样的文件当中啊 这个时候呢大家去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还有呢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资料 那资料当中呢我们打开 打开以后呢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你们是能够看得到的 那其中呢会有一些压缩包 那压缩包当中咱们到时候用的时候呢 去用一下就可以了啊 咱们当前要学的这个Spark的版本呢 是3.3.1啊 这里给大家去说一下 还有呢这里面会有一些别的压缩包 其实是一些小工具啊 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工具 这个叫卡夫卡兔啊 这个其实跟大家之前安装的那个工具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就不重新安装了啊 咱们到时候给大家讲的时候 直接用咱们之前的工具跟卡夫卡对接就行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Spark呀 其实是可以连接卡夫卡的啊 说的简单点 我可以把卡夫卡当成我的数据员 我当消费者 从卡夫卡把数据取过来 是这个意思 所以啊这里会有一些小的工具啊 那么其中这个压缩包呢 就是我们说了 咱们给大家画图的这个软件的压缩包啊 如果大家没有安装的话可以再去装着啊 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就跟我之前给大家讲的是一样的 老师在保存的时候呢 是按照一个连续的顺序啊 001 002 003 但是呢每天发给你们的视频呢 其实是按照天的方式来发 这个大家就不用管他了啊 咱们这个地方不会按天 咱们是这呢会按连续的顺序 所以呢大家下载的时候呢 从我们这下载也可以 然后呢每天放学之后呢 按天的方式下载也都没问题啊 所以呢把我们当前要讲的 这个Spark学习的这个文件结构呢 给大家去说一声 其他的这个代码和这个文档 你们不用管他啊 这个咱们不用管 因为咱们现在用不上啊 所以呢我们的文件结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先把这个Spark的文件结构 咱们先说一下 这就是这个文件结构的文件结构 一 queda咱们教订的作用 我也要有读找的 我要读找一个文件结构的